大家好 今天嫌没事 大家轻松轻松 我给大家录一个名词解释吧 这个名词解释其实挺好玩的 这个好玩在哪呢 正确的解释是自己打脸 这个中国这帮文人啊 妈的实在是实在是需要需要这个这个 从他们灵魂深处挖掘挖掘他们的问题 就是这个故不自封啊 故不自封这个成语应该是 故应该是固定的故呢 还是故事的故就是老的意思了 这个现在呢 这个正确的 应该或者说 点击里边 比如说这个各种词点啊 各种各种这个词海啊 这个建议的用法 都是用这个故故事的故 这个是过去的不自封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这个就这个表示这个不求进取吧 不求进取这个这个音学守旧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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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用老的布来 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样说当然是也没有问题了 关键问题在哪呢 他们认为这个故事的故呢 正确的原因是什么 正确的原因恰恰是音寻守旧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固步自封啊 这两这个成语呢 是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固步 一个是自封 自封这个可以忘文生意了 其实固步也可以忘文生意了 但是这个固步呢 还真有个出处 出处是啥呢 大概是汉朝吧 大家在这些细节 大家都可以查了 我这只是在这平记 跟大家聊一聊 汉朝大概有个某某人 学识很丰富了 藏书很多 有朋友到他家来借书看 开始看的都是儒家经典 后来呢又看这个 应该是老庄 就非常喜欢庄子 然后这位这位这个图书馆的主人呢 就劝他 说你呀 既然学了如假 就不要再学庄子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跟他讲了个故事 讲了什么故事呢 讲了个邯郸学部的故事 那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学了这个儒家了 应该守着 应该抱着 如果要是不要再学进取了 不要再学庄子了 如果你一学庄子呢 你就会像 有可能吧 至少 而且他这个用这个 他用邯郸学部的这个 这个这个典故来劝他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会了 一定会像邯郸学部这哥们 跑到邯郸去学部 然后 把自己原来的 故部 这个这个是他 他这个故部的这个出处 就是老的步 步法了 把你的老的步法 把你的故部 把你的旧的老的 过去的宝贝 就给忘掉了 不会走路了 最后从邯郸爬回来了 那意思就是说 你既然学了儒家 就不要再进取了 就不要再学庄子了 否则 你如果一学庄子呢 肯定就会像 邯郸学部 那个哥们 邯郸不法 没学好 自己的故部 给忘了 这个 你呢 就会 庄子没学好 儒家就忘了 这里的故部呢 代表 哎 儒家学问 就是他 就是他这个朋友 已经啊 有了一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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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识 或者说造诣 他就劝他 不要再去 去去去去去 庄子 所以这个故事啊 他妈是一个 故部自封的故事啊 所以 所以是一个反面的 这里 这个故部的 原 出处 故部是个好东西 代表 儒家学问 用这个 邯郸学部来这个 来劝朋友 邯郸的 步法 比喻的是 庄子 他原来的 故部 比喻的是 儒家学问 你既然儒家学问 已经学得不错了 你还要再去学 庄子 就好比这哥们自己的步法已经走挺好了 还要跑到邯郸去学什么时髦 属于什么呢 属于建议思迁吧 就是劝这朋友不要建议思迁啊 应该应该应该 站稳脚跟 是吧 不要这个 这个 这个 犹疑不定吧 他这个原意是 是这样的 可是当然了 这位朋友显然把邯郸学部 这个 这个典故呢 用的方法呢 是一个教训 来用的 可是呢 邯郸学部 却是一个 故不自封的反面 人家不被自己的老步伐 或者不珍惜自己的老步伐 不守着自己过去的这个这个步伐 而是什么呢 而是要 进取啊 要出 要要要要 要今天的话说 就是要这个 解放思想啊 改革开放啊 对吧 人家用今天的话说 那就是到纽约学部 到华盛顿学部 到巴黎学部 到伦敦学部啊 那以前的不忘了 那就忘了呗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故不自封啊 用 一定要跟这个典故挂上钩的话 而一定要用这个典故来决定 这个故不自封的故事 故事的故 本身就是一个故不自封 而且还把寒郸学部呢 按照传统的理解了 寒郸学部是个贬义了 可是按照今天的改革开放的 解放思想的 当然了 我对改革开放 有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啊 我不是那么正面 按照这个 今天的至少是大众的说法吧 主流的说法 解放 人家寒郸学部这哥们 解放思想啊 人家进取啊 人家不应循守旧啊 人家不满足现状啊 对不对 他如果满足现状 那就不去寒郸学部了呀 他如果应循守旧 也不去寒郸学部了呀 他如果不解放思想 干嘛要去寒郸学部 他如果不改革开放 他可能连寒郸去都不去啊 是不是 所以啊 用寒郸学部这个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 来 说明 或者说 论证 验证 故不自封 这个故不应该用 那个是汉朝的大概故事 应该用那哥们的解释 啊 应该用那个出处 这就是故不自封 犯了不故不自封的错误了 语言的目的是什么 是交流想法 故不自封可以是从那来的 但是呢 那个故不是把故不当宝贝的 比喻的是儒家嘛 邯郸的学部比喻的是庄子嘛 自然既然自己有了自己的步法 就不要再去邯郸学部了 他是这样的用法 因此是故不自封的例子 应该是反面的 用反面的东西作为这个 作为论据 来用这个故事的故 这是不是很滑稽啊 所以啊 我们我们我们的这些文科的同学们 不能不能这个 不能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因寻守旧啊 对吧 汉朝这个故事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成语 这是他的功劳 但是一旦这个成语创造了以后 我们要用这个成语表达的思想 表达的想法 其实是鼓励邯郸学部 至少至少目前今天在相当大部分的人心目中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们留学就是寒郸学部来了 对吧 当年寒郸学部那哥们 也不是平白无故跑到寒郸学部的 那寒郸的部肯定 肯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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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声在外 你牛逼啊 传到他家乡了 他才这个是吧 做出这么 在那个年代跑到寒郸 我不知道他他老家在这儿了 我也没去查 也也不是一个小动作啊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 学习西方 如果严重一点 模仿西方山寨西方 甚至于全攀西化 在这些人的头脑里 邯郸学部应该是加以鼓励的 而不是一个 而不是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反面的例子 对不对 咱们改成纽约学部怎么样 波士顿学部 哈佛学部 好了好了 就说这么些吧